今天在这儿那个爱心狗狗我觉得上来是给你加分的 它确实体现了你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 但是我觉得今天老板们要的是来帮我们做事情创造价值的人 这个场上我们就干一件事 我们就是给站到这儿的人职位 那么我们凭什么给职位两件事 一看人品二看专业 你必须展现出这两点来我们才能够给职位 人品我们看到了 那你的职位就必须去说你能进入企业之后做什么 结果你用了后面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说 我能够训狗 就是刚才的展示很好用错舞台了 如果这是一个相亲节目OK 但是职场节目非常不OK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天生我有才的展示 我本来就是想放到最后的 就一开始我肯定是会证明我的能力 就例如我在第一环节去做那个PPT一样 然后我现在可以讲一下 我怎么去给一个公司里面做贡献 好像我在上一份实习当中 我给总监提了十个意见 就是我们要将一些销售的人员 他们要把一些资料放在一个CRM的system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研究这个公司 应对这个事情 师傅 抱歉我再打断你一下 我帮你一下 咱们有一个提纲 就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就是一团粥 其实你做的首先是在什么公司 就刚刚我说了 就是在SOS 就是那个 SOS 然后什么部门 市场运营部门 什么岗位 就实习商 就是市场运营 具体的业务的核心是什么 是帮助找销售线索 对吗 对 如果我们把整个面试看成一个职场工作的话 那么我们喜欢那种直奔主题 目标清晰 步骤简单快捷 这样的选手 小伙子还好 赶紧练好股东话 好不好 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他所达 还有一个思维方式 逻辑能力 逻辑能力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 如果有这个海外的工作 拍到去可能会好一些 来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弦不上感觉 我给你一万一 什么岗位 海外的市场资源的对接 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帮助我去当一个COO 就是这个基础怎么打 我只能先帮你当好一个 你所应聘岗位的 这个员工的这个职位的培训 我会给到你 同时我给到你的是 无限发展 未来到COO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能不能当上 靠你这孩子还是真天真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好 其实松鼠AI是我其中一个意义的企业 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我也挺开心的 感谢观看 我叫你